日本山梨县贾府,来了一位会说英文的老师,而这位老师就是当地电农的女儿,不料上课第一天,花子老师就被校长罚战,回到家后,爷爷安慰花子别太在意。 潮氏妈妈却来到花子家里,抱怨花子太不靠谱,第一天当老师就被罚战,还连累帮忙说话的潮氏也被惩罚。 妈妈不解的问,花子在东京学校里当助教的时候,明明教得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了母校,却会被罚战呢? 花子也回答不出来,于是潮氏妈妈猜测,花子是不是不适合当老师。 听了这句话的花子,独自回到房间也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当老师。 第二天,花子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妈妈叮嘱花子,今天要好好上课,潮氏仍然还是来到花子家里,和花子一同去学校。 花子闷闷不乐地问潮氏,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老师。 潮氏安慰花子说,你只用了一天,就可以和学生们的关系那么融洽,说明花子是适合当老师的。 说着催促花子赶快走,不要迟到了。 在进入教室前,花子默默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花子正上课上到一半,班上的学生又开始吵着,要像昨天那样课外教学,好不容易安静了一会儿的教室又开始吵闹起来。 花子决定,学习富山老师的方法,维护课堂的秩序。 同时,花子也采用白鸟的说话方式来规范同学们的语言,终于孩子们安静下来了。 到了午餐时间,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在嘲笑,因为贫穷而没有带便当的小山庙。 花子看着站在窗前,望着天上的白云出神的小山庙,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也如同小山庙一般。 于是,花子向同学们解释,说小山庙这是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在想象。 花子把自己的午餐给小山庙吃,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校长看见。 校长将花子交到办公室,告诉花子,不能对个别学生特殊对待。 花子解释,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 校长告诉花子,花子把自己的午饭让给小山庙吃,并不是帮助他。 今天,花子把便当给了他,要是明天,他没有收到花子的便当,他会更加难过。 小山庙家里,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为了还债外出打工。 花子如果不经思考,而是靠着一时的同情心去可怜小山庙,只会让他变得更加不幸。 校长走后,朝室悄悄来到花子面前,小声地告诉花子,他所教的六年级的学生出事了。 朝室拉着花子来到教室外,看见小山庙正一个人站在屋顶上行走。 原来,顽皮的小青认为小山庙根本没有翅膀,于是和大家嘲笑小山庙是撒谎精。 小山庙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翅膀,于是爬上了屋顶,看着小山庙一步一步走在危险的房源上。 而下面的同学还在使劲地起哄,无奈的花子决定自己来代替小山庙。 花子不顾朝室的阻拦走上了屋顶,却不料脚下一滑从屋顶摔了下来。 朝室见状赶紧接住花子,两人翻滚着倒在地上。 这是两人这么多年来,朝室第一次离花子这么近。 第二天,花子拖着扭伤的腿来到学校,在走廊上遇见了绿川老师。 花子和朝室向绿川老师问好,绿川老师却对花子说, 不用勉强自己到学校来,永远不来也没有关系。 花子走进教室,却发现同学们在黑板上画了很大的一把相合伞。 在日本,相合伞暗是恋人的关系,而相合伞下写着花子和朝室的名字, 花子赶紧擦掉黑板上的画。 时光荏苒,转眼花子已经在学校上了一个月的课了, 而小山庙已经一周没来上课。 花子来到办公室找校长,告诉他自己很担心小山庙。 放学后,他想去小山庙家里看看, 校长却告诉花子,小山庙以后都不会来学校了。 因为担心花子会多管闲事,所以没告诉花子, 原来小山庙家的亲戚即将会接走小山庙, 花子只好作罢。 花子回到家,在家门口遇见了特地等在这里的小山庙, 小山庙拿着野花来向花子告别。 小山庙告诉花子,自己的弟弟被人收养了, 亲戚家生了双胞胎,需要有人照看婴儿, 所以自己也会被接去亲戚家居住,自己临走前怎么也要和花子告别。 小山庙告诉花子,只有花子老师理解自己, 还为了自己爬到屋顶上不小心摔伤。 小山庙将自己手里的野花送给花子,向花子道谢, 还让花子不要担心自己。 虽然以后无法见到爸爸和弟弟, 但那是大户人家,自己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 花子妈妈让花子和小山庙进屋子说话, 花子告诉妈妈,自己担心太晚了, 小山庙的家人会担心孩子。 小山庙却告诉花子,自己家一个人都没有。 花子于是留下小山庙,在自己家里吃晚饭。 花子妈妈做了拿手的面食, 小山庙一连吃了两碗。 小山庙看见花子放在一旁的书, 问花子自己可以看这些书吗? 花子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小山庙连饭也不吃, 就坐在一旁看起书来。 大家纷纷说小山庙和小时候的花子一样, 为了看书可以不顾吃饭。 听到这里,花子决定在小山庙离开前, 带他去一个地方。 大家觉得太晚了,劝花子算了, 花子却还是带着小山庙出门了。 花子正和小山庙在教堂的书架旁读着书, 潮室和学校的秦杂老师却提着灯来到花子家里, 焦急地寻找花子和小山庙。 而这边,花子向小山庙讲起了自己写的故事, 潮室和秦杂老师到了教堂, 终于找到了花子和小山庙。 原来小山庙对花子撒谎了, 小山庙的爸爸回家后发现女儿不见了, 发动乡亲们四处寻找失踪的女儿。 秦杂老师让花子做好准备, 这次可不是被校长训一顿就可以了。 临别前,小山庙向花子道谢, 告诉花子自己绝对不会忘记花子老师和这个装满了书的屋子。 小山庙带着自己的行李和来接他的人走了。 而学校的办公室里, 校长和绿川老师却正在批评花子, 花子不停地鞠躬道歉, 校长却表示自己已经听了太多花子的道歉, 自己觉得花子不适合当老师, 希望花子回家好好想想。 花子只好先回到家里, 坐在书桌前的花子想起潮氏对自己说的, 自己好像并没有认为教师是一份能够影响学生一生的责任重大的工作。 潮氏甚至问自己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到贫穷的家乡工作。 想到这里, 花子看着眼前小詹庙送给自己的野花也开始疑惑, 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老师。 办公室里, 潮氏来到校长面前请求校长原谅花子, 潮氏向校长解释, 花子老师并不是因为偏爱小山庙才对他特殊照顾的, 是因为花子老师年仅十岁就背井离乡, 独自一人在东京努力求学。 所以昨晚他才会带小山庙去那里, 说完潮氏弯下腰深深的鞠躬, 请求校长不要辞退花子, 不得不说潮氏这个朋友是真的很好, 也不知道潮氏和花子两个人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 花子来到校长面前递给了校长一封辞职信, 并向校长道歉, 虽然自己任职的时间不长, 但是给学校添了很多麻烦, 深感抱歉, 说完便要离开, 然而校长却叫住了花子, 说哪有上任一个月就要辞职的老师, 花子回过头吃惊地望着校长, 校长告诉花子, 要是花子走了, 一时半会儿自己也找不到人来接替花子, 所以让花子好好工作, 但要是再出什么问题, 自己会立刻辞退花子, 花子感动地向校长说谢谢, 校长告诉花子, 去感谢自己的学生吧, 是学生们一起过来, 向自己求情, 自己才同意不辞退花子的, 花子得知, 平时不喜欢自己的孩子们竟然为自己求情, 这让花子非常感动, 花子收好便当, 准备出门去上课, 哥哥吉太郎挖苦花子, 一定又会惹出麻烦, 爷爷安慰花子说, 就算失败了也是有好处的, 爷爷认为, 人一生中犯的错误是有限的, 所以, 犯购一定的错误就不会再犯了, 花子听后觉得信心百倍, 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犯错了, 花子的教师生涯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这天, 秦杂老师突然交给花子一封信, 这是一个月前去了亲戚家的小山庙, 写给花子的信, 因为小山庙买不起邮票, 所以这封信是经过大家人手相传过了好几天, 才送到花子手里的, 心里呀, 小山庙告诉花子, 自己虽然现在有吃有喝, 但是自己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自己非常想念爸爸和弟弟, 还有花子老师和学校的同学, 自己特别难受的时候, 会像花子老师教自己的那样, 张开想象的翅膀, 回到那个花子老师为自己讲故事的夜晚, 自己很希望有一天能听完那个故事, 于是花子开始提笔, 写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朝市来到教堂还书, 看见正在写字的花子, 问花子在忙什么, 花子告诉朝市, 自己在为去亲戚家居住的小山庙写故事, 朝市问花子, 知道小山庙的住址吗? 花子这才想起, 自己也不知道回信该寄到哪里去, 朝市于是建议花子, 把故事刊登在招聘故事的杂志, 这样小山庙总能看见的。 而在福岗, 同女儿冬子用餐的莲子, 正在教女儿用英文跟自己交流, 可冬子不耐烦地丢下莲子, 自己回了房间, 佣人却在一旁埋怨莲子, 不让长身体的冬子好好吃饭, 这时, 丈夫加纳传柱回来了, 告诉莲子, 自己正在忙出资见女校的事情, 莲子总算看到了一点希望, 在福岗建议所理想的女校, 是莲子与丈夫的婚姻中仅存的一点纽带, 可丈夫却告诉莲子, 自己把女校的教育方针全部交给他人定夺, 莲子和父亲控诉, 这和之前的约定不符, 丈夫却告诉莲子, 自己只管出钱, 别的自己不会管。 莲子质疑丈夫, 再次欺骗自己, 莲子告诉丈夫, 女校的事情自己不会妥协, 丈夫却告诉莲子, 在福岗这种地方, 根本不需要会说英语的淑女。 比起努力学习, 可爱体贴对女孩子更重要, 莲子认为丈夫是在讽刺自己, 而支撑着莲子和丈夫继续生活的唯一希望, 也破碎了。 花子和潮氏将写好的故事整理好, 打算寄到杂志社投稿, 花子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署名, 写署名时, 花子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曾经帮自己取笔名的莲子。 很快, 时间来到了夏天, 某天花子回家时, 妈妈告诉花子有花子的信件, 花子拆开来看, 居然是自己写的故事在儿童杂志获奖了, 花子忍不住掐了自己的脸, 害怕这是自己的幻想。 很快, 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村里, 潮氏的妈妈也来到花子家里, 潮氏告诉大家, 花子是参加小说大赛获奖了, 大家都好奇花子写的是什么故事, 潮氏把花子写的故事念给大家听。 听完这个奇怪的故事后, 大家纷纷在想, 爱读书的花子脑袋里到底, 装了什么, 才能写出这样奇怪又有趣的故事。 而花子却闷闷不乐, 花子告诉潮氏, 自己明明数了安东花子, 为什么书本上却印着安东花? 潮氏觉得会不会是印刷错了? 花子于是去看印刷社的名字, 居然是村刚印刷社。 花子妈妈来到镇上的地主家里还钱, 地主得完同情花子妈妈, 今天是吉太郎参加征兵体检的日子, 要是吉太郎顺利通过的话, 家里可就剩下老爷子一个男丁。 花子妈妈只能假装不在意, 花子妈妈在家里等着吉太郎回来, 吉太郎却迟迟不回来, 终于吉太郎回来了, 告诉大家自己顺利通过了体检, 到了冬天自己就要去军队了, 吉太郎问妈妈会为自己高兴吗? 妈妈只能按捺下无法言说的苦涩, 恭喜吉太郎顺利通过体检, 落寞地坐在一旁的爷爷却没有说话。 晚上,吉太郎又拿出莲子送给自己的书, 想起了莲子对自己朗读的诗。 妹妹小桃来到吉太郎身边, 告诉吉太郎自己会想念哥哥的, 吉太郎告诉小桃, 自己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才去参军的。 小桃问哥哥有没有喜欢的人, 吉太郎告诉小桃自己喜欢的人已经离自己远去了, 兄妹俩静坐在月光下, 享受着最后的团聚时光。 福冈的莲子在杂志上看见花子发表的故事, 正聚精会神地读着花子的故事。 丈夫传注回来后, 花子却还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直到丈夫和莲子说话, 莲子才回过神来。 他便开心地向丈夫分享, 自己的朋友写的故事获奖了, 并把杂志递给丈夫看。 丈夫却告诉莲子自己讨厌读书, 其实莲子早就知道了丈夫不是讨厌读书, 而是不识字。 回到房间, 莲子提起笔写信, 想要寄给花子, 莲子却想起自己当初那样伤害花子, 自己怎么还有脸面去打扰花子呢? 于是莲子将写好的信揉成了一团。 花子来到了久违的东京, 参加这次比赛的庆祝会。 庆祝会上, 花子遇见了村刚和杂志社的工作人员。 花子问村刚, 为什么把自己的署名印错, 还跟村刚争论着说, 自己的名字是安东花子, 不是安东花。 在两人争论时, 在一边的工作人员听见, 也上前确认, 工作人员也记得, 收到的稿件署名, 的确是安东花子。 村刚只好说,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弄错了。 花子觉得村刚的道歉太敷衍, 村刚却称赞花子的故事很有趣。 花子让村刚不要转移话题, 如果真的喜欢作品的话, 怎么会弄错名字? 于是花子直接称呼村刚为村刚印刷。 村刚却对花子说, 自己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在书上, 本来还想留作纪念的, 结果被印错名字。 村刚只好说, 花子的性格也并不讨喜吗? 两人就此争论起来。 这时, 出版社的总编过来庆祝花子的作品获奖, 两人才停止办罪, 也不知道这对CP能不能嗑。 乡下姑娘来到高端酒会, 村刚发现了花子的不自在, 于是拿了两杯酒过来和花子交谈。 就是那么巧, 村刚拿了两杯花子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了葡萄酒。 花子告诉村刚, 自己对葡萄酒没有好感, 村刚却以为花子还在生自己的气。 正当花子不知道怎么解释时, 亚狮子走了过来向村刚解释, 花子读书时因为葡萄酒差点被学校开除, 所以花子对葡萄酒有心理阴影。 亚狮子为花子解围, 帮花子喝了村刚递过来的葡萄酒。 亚狮子和花子两人交谈起来, 村刚只好落寞地离开了。 这时, 妹妹夹带居然捧着鲜花, 来到了花子面前。 眼前的夹带穿着美丽的和服,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原来是亚狮子告诉佳带花子今天会来领奖, 而佳带的老板娘则借给了佳带美丽的和服。 妹妹问起花子父亲是否回家了, 花子告诉妹妹, 还没有父亲的消息。 妹妹问花子是否会辞掉老师的工作, 成为一名小说家使, 花子告诉佳带自己从没有那样想过。 亚狮子也在一旁鼓励花子, 花子心动了。 这时, 总编来到花子身边, 告诉花子, 虽然花子写的故事很有趣, 但是要成为一名小说家, 花子还是太普通了。 花子只好按耐下心底的失望, 感谢总编对自己的建议。 主办方让花子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花子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本来是写给自己班上 一位叫做小山庙的学生的, 因为家庭原因, 那个孩子搬去了很远的地方, 自己发表这个作品, 其实是想让那个孩子看到这个故事, 而自己会带着这个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 继续做好自己教师的工作。 颁奖结束后, 花子和亚狮子一起聊天, 花子这才得知, 是亚狮子觉得安东花的署名, 更容易让同学们认出来, 才帮花子改的。 花子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村刚, 于是花子追着找村刚, 向他真诚地为名字的事情道歉。 村刚问花子, 为什么执着于这个名字? 花子告诉村刚, 很小的时候, 自己就很希望大家都叫自己花子, 在女校读书期间, 自己交到了推心致富的朋友, 自己和朋友约好, 如果发表作品, 自己一定会使用这个笔名, 所以当自己得知名字被弄错了时, 自己非常的生气。 花子是自己心中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现在自己要回到现实了。 村刚却希望花子不要放弃, 希望花子以后继续写下去, 也不要放弃翻译。 花子告诉村刚, 总编说自己没有成为小说家的天分, 而且啊, 自己现在根本接触不到英语, 学校也不允许使用英语。 村刚告诉花子, 自己相信他, 只要是花子, 无论在哪儿, 花子都可以找到办法学习。 花子深受鼓励, 对村刚先生非常感激。 花子回到学校继续当着老师, 这天, 校长和老师们告诉花子, 有一位大地主的继承人向花子提亲, 花子以为是得完舞, 吓得赶紧摇头。 校长告诉花子, 相亲对象并不是小舞, 具体的情况, 让花子去问地主得完, 而一旁的潮事着急, 却也无可奈何。 花子来到地主得完家里, 得完告诉花子, 相亲的对象是另一位大地主的儿子, 名叫望月启太郎。 听说花子凭借一篇童话故事获奖以后, 对花子很感兴趣, 主动提出想要和花子相亲。 得完还告诉花子, 如果花子嫁给启太郎, 启太郎愿意偿还花子家的欠债, 地主得完劝花子, 为妈妈父侍想想, 嫁个好人家, 让父侍放心。 犹豫的花子拿着启太郎的照片回到家, 大家都围了上来, 原来多嘴的潮事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人, 大家纷纷八卦启太郎的家境, 潮事认为花子才从东京回来, 筋疲力尽, 没空去相亲。 潮事妈妈却认为花子是要嫁给启太郎, 花子妈妈和爷爷也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花子只好答应先去相亲。 时间很快就到了相亲这天, 相亲地点安排在地主得完家里, 得完还将自己去世妻子的和服, 借给花子和妈妈父侍穿。 得完作为媒人, 介绍了两家的基本情况之后, 便带着父侍离开了, 把时间留给两个年轻人。 席间, 启太郎告诉花子, 自己已经读过花子写的故事, 并称赞他写的故事非常精彩。 花子向启太郎表示感谢。 回到家后, 妹妹小桃问起姐姐相亲的细节, 花子告诉小桃, 启太郎知道自己家有个常年不回家的父亲后, 答应会照顾花子全家, 还愿意为花子家修建一栋新的房子。 潮事妈妈羡慕富士, 未来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婿, 这样一来啊, 以后一家人都不用受苦了。 花子还在犹豫着, 妹妹小桃便劝姐姐赶紧答应这门婚事。 花子妈妈却不说话, 她自然是知道, 这门亲事对自己家的帮助, 可是为了家里过上好日子, 就劝女儿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话, 做妈妈的要怎么说得出口呢? 晚上, 启太郎和花子在院子里聊天, 启太郎问花子对婚事的看法, 花子认为, 这是门不错的亲事, 对方是个好人, 和他结婚, 自己一家可以过上好日子, 自己也可以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花子问哥哥怎么看, 启太郎则告诉花子, 自己也要离开家里人要去参军了, 可始终放心不下家里人, 如果花子能嫁得近一点, 自己也会安心许多。 启太郎告知花子要好好努力, 别让老公对他的感情冷淡了, 花子觉得启太郎讲话太奇怪了, 启太郎告诉花子, 父亲走后, 自己就是这个家的脊梁, 自己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 这天, 花子正在上课, 同学们却发现, 窗外站了一个奇怪的大叔, 花子转头一看, 这个奇怪的大叔, 居然是自己失踪了四年的父亲吉平。 父亲吉平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下期再讲, 喜欢的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